在這個主臺 以後 在這個主臺 在這裏 這個主臺 有一個彩票 在這裏 在這裏 全部都今天 他那個主臺 都教會 我沒有 我被人 那臉 你現在永遠問我爹爹 你快去看去玩了 我都沒有 哦 先生 快來人啊出事了快點 上課睡覺你還想不想考大學了 老師他不是不想考他是壓根就考不上 是啊老師啊 這常見墊底所有的分數加起來 還沒有一門佛高呢 以後呀他總在天橋上貼手機膜了 去後面站著去 來我們繼續看這道題目 跟看天書一樣好困的 宿主鎖定開啟英魂系統 強力新手英魂如可亮 你怎麼看得懂啊 老師這道題你講錯啊 你懂還是我懂 哈哈哈哈 今天開始你就讓他站著 你睡你的這 不要影響其他中學科大學 一看遠點 你對著重貨公司 說他高考分數架起來能不能超過三位數呀 你叫做什麼 哈哈 我讓他看一眼就記住了還能舉一反三 你聲音小一點 別影響我們聽課 反正考不上 想要怎麼做 還有三個月 還來得及 你們這吧 同學們 你看那高考成績出來了 一位膽小具 誰呢不是誰呢 老師啊 這樣我聽到了什麼 後面的鼠風說啊應該是他 這已經是我今年聽過最好笑的笑話了 喂 你的報告分數加起來 包括一百 這回啊沒考好 七百四十八多少 四十八 老師他果然只考了兩個位數 主峰 他只差兩分就滿空了 他考了七百四十八分 是我省今年的狀元 我來看看咱們的狀元 學校好多年沒出過 主峰同學 恭喜你考上了全國第一學 你是咱們的驕傲 謝謝校長 距離開學就剩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了 這大學的花銷肯定比高中多的 我要能多賺點錢就好 硬宿主要求 開啟第二位英魂 省萬三技能聚保盼 我腦子裡怎麼有這麼多點啊 連股票都看得懂 我竟然知道什麼時候該買進賣出 沒有 兩個月的時間我就賺到了7位數 瘋萬三的生意驚 結合諸葛亮的頭腦 我現在已經是百萬瘋了 好幾大爺的你沒張眼睛啊 哎不好意思我同學同學 誰是一同學 你配嗎 你這 本城四大加速的王大少爺你都敢惹 少爺他就在踩髒了多夢 你小姐送你的鞋 哎 趕快點 看什麼快點啊 小姐快點啊 點點啊小子 我有馬力型英魂 我還是一樣會被欺負 快點我還有五B型英魂的話 速處被欺負 開啟第三位英魂 呂 既能千驅萬馬你將在 你媽 什麼情況 你 同學都是同學 互相友愛互相友愛啊 你小子剛才不是說 我不會做你同學嗎 可以啊可以 我不可以 你媽個掛索 敢打我 你完蛋了 主任 你找我 啊你就是那個打人的嘲諷 啊 你就是那個打人的 主任 是他們先弄的手啊 別狡辯了 王上經驗嘛 是你經過的說給我聽了 他堂堂王家二少爺 請欺負你一個新生 不是 不是 您這話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 意思是讓你滾蛋呆 你 我可是全省第一 什麼狀態 您看 成不狀態也沒有 你入學第一次學習私事 打上壽命同學 你已經被開啟學弟了 在我等我黏你了 管吧 我已經沒有大學課上了 但我有朱葛亮的同學 十萬三星以及我還有呂布的身手 我一定會出人頭皮 那些欺負過我的人 我一定把你們全部在這酒下 先生沒有請帖進不了 為什麼 這是高端商務酒會 不是什麼阿毛阿古都能進來的 孫小姐 孫小姐請進 哎 憑什麼他能進啊他也沒有請帖啊 這是四大家族之首 孫家的敵掌小姐 跟你這樣的小裸裸能比嗎 就因為 他穿著風扇高低 你也知道我這個是風扇的高低 你應該知道我身價 你配用這種眼神看 孫小姐你信不信 我現在就能讓你把這身衣服脫下來 好亂的口氣 外來人 我們朋友都沒辦法 孫小姐你怎麼來了 楊老闆 今天您是東道主 快瞧瞧門口有一隻狗 楚總 您來總不說一聲啊 我好去門口接您啊 楊老闆 請帖讓我落車上了 你家保安不讓我進呢 你眼裡點兒的東西 這是咱們風扇提供的楚總 快道歉 對不起 他居然是風扇的老闆 孫小姐 現在你能相信 我能讓你把脫下來 你敢 從今天起集團所有服事 不能再為孫孟黎提供 對 就是那個孫家大 我的話即刻生效 孫小姐脫吧 我可是付了錢的 現在讓我 那是違約 不就是三百違約金嗎 我賠給你 那我就不脫呢 不脫就是侵權 以後你再穿他 出席任何活動服務 我都可以起訴你 脫就脫 誰稀罕穿你咱的破衣子 是你 幹什麼的 看不出來嗎 我們手裡的棍子是鐵的 就問你怕不怕 我們也是拿錢辦什麼 一會兒 好好享受就行了 我錯了求饒命了 誰他們派你來的 是一個姓孫的女人 原來是他呀 給他打電話 他馬上過來 幹的不錯 小姐 您瞧我們倆也受傷了 把錢寫一寫吧 一萬塊拿去 好嘞 大哥 錢你收 拿著報告 你們 孫莫里 我就值一萬塊錢啊 那你要多少 我包裡還有幾萬 全都給你 楚風我警告你 老實敢對我 怎麼哭什麼 哎呀我對女人真是一點辦法 對不對 請問訴諸是否開啟流 贏婚 比如楚留香 杜曉鳳為小寶 哎哎洗口不要給錢 好了 別哭 你怎麼哭 你怎麼哭 啊 回酒會吧 喂 王少青 你快來找我 被人欺負了 我老闆真是冷的 短短幾年時間 我代表是闖出了一片天地 可實在比試 老闆的風尚集團 那可是世界五百強 和某個各位哥哥的觀眾 拿來這些 當你吃了在這裡 嗯 嗯 呀一切是你 對 我 來謝謝各位上臉啊 嗯 这不是我在校园网上的思路 谁告诉我 可以啊 上去 有点 装什么精英 这就是个渣渣 我这次看了怎么办 这些照片大部分都是室友拍的 要是觉得 现在哪段部分确实是让我下回来的 我该怎么办 检测到速度情绪波动 根据现实情况需要 结束第四位 燕子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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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娱乐圈的明星都有自己的黑历史一样 他们一向善了 谁年轻的时候没几张搞怪点照片 但是老话是怎么说来着 生活就是这样 看看你看看我一笑而过也就罢了 虽然这些照片都比较傻逼 但是这玩意也是我青春的 哈哈哈 这方人都疯了吗 怎么被他三两句说的还恭喜掌来了 今天啊都是商业局各位大佬都在 却被我这一个小辈抢了风头 其实大家也好奇这照片是谁放上来的 我也好奇那咱们今天就来看 这不是新家大小姐还有王家二少爷 他们俩怎么在那里鬼鬼神祟的呀 哎孟丽孟丽等等我 我还好奇这些 主天真刚才的演讲好精彩 谢谢 主天真是害怕女人吗 怎么 还是我不够漂亮 不足以主天真多看一看 这位小姐你误会了 我只是不认识你 觉得没有必要聊罢了 不认识 我没想到赤叉风云的风尚集团的大老板 居然会脸红啊 宿主搞不定女人强势开启英魂 楚留乡陆小凤为小宝三魂七开 这位小姐叫什么名字啊 叫我李淼就好 哦 怎么那么好 是 是 是啊 我找我 心跳得好快 你看这是有点 楚先生突然这么热情 是不是该怎么要会抢汉英魂啊 你是谁 怎么知道我的秘密 楚先生 你知道龙祖吗 龙祖 一个专门收复艺人的组织 所谓艺人便是得到系统助力 打开金手指 获得特异功能的人 我原以为我是唯一的 是受上天眷顾的幸运之子 原来并不是 那像我这样的人多吗 不多 我们组织上千年来 也就招了了百来耗 那你们这个组织 成立的目的是什么 拯救世界啊 保护自己 我们虽然就有特异功能 可是在普通人眼里我们变悲场 一旦被发现 我们极有可能被消灭 所以我们必须担解一下 淼淼 那你的超能力是什么 楚先生 你会希望别人知道故意 可以跟你 我懂 李小姐 那以后我们就是同伴了 这是我们的公司 立的 好希望 你找到他 老板 您是打光了吗 哦 昨晚睡觉我喝窗 你这一天光知道工作挣钱 你不顾及身体 我给你揉揉肩拔 嗯 楚留香路小宝 小宝三个英文叠加起来 力量太强大了 这也太招头了扛不住啊 楚少 你已经三天没联系我了 我现在在你楼下一起吃顿午饭呗 哎 哎呦 怎么样 不要别说 哎这边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 哎呦 好像是感冒了 什么感觉 你 没事 你什么条线 你被烈魂人盯上 你被烈魂人盯上 烈魂人什么玩意啊 烈魂人就是夺取你阴魂的人 他们会先让你生病 然后趁你虚弱 夺走你的阴魂 你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靠阴魂得到的 一旦阴魂被抽取 对你影响很大 严重的话 可能会失去一切 可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他 别说那么多了 先把这粒药吃了 对你的恢复有帮助 你都不问我这要具体是干什么的 你就不怕 我要害你吗 我当然不怕 我相信你 别这么看着我 还有 以后别叫我李小姐 叫我淼淼 好的淼淼 不好意思 打扰褚老板和女朋友约会了 不是我女朋友啊 不是女朋友 都看到你俩牵手了 哎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哎不是 你这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啊 是吗 王小姐吃醋 什么王小姐 我姓孙 我是四大家族之首 孙家的敌女和孟倪 不好意思啊记错了 你是故意的吧 还要我吃什么醋啊 你和别人拉拉扯扯 关我屁事 是哪门 你这个人也太自己的事 我管你屁事 你来这边扑我是吧 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 你这个人怎么听懂人话 现在王小姐给我道歉 笑死 笑 太吵了 什么 你的衣服也砸了 我才跟你家去买 睡了 我从你不离开 睡颜色 看我今天不收拾你 我就不休睡 哎 好 你睡着 睡个屁 丑死 你屁 你 corporation 嗯被他告訴我 沒眼看 小心我呀 我又在幹什麼 三魂爹家太可怕了 接下來又怎麼辦 天啊我怎麼被他我 好緊張 哎呀算了跟著一魂走吧 你幹什麼啊我喊人了 孫大小姐不是最在乎名聲嗎 如果你不想明天出現這遺漏頭頭的報道 儘管喊呢 呦 孫小姐怎麼會來這裡啊 我來不來這和你有任何關係 是沒有關係 只是好奇 畢竟孫小姐身份這麼高貴 我們也配不上啊 配不配得上 不是你說的嗎 孫小姐怎麼對我這麼大敵意啊 這也和你沒有任何關係 呦這是怎麼 怕我吃了它啊 你要是真有那個本事 算我輸 你要是真想讓他早日康復 最好啊你防蹭步步 抱歉 別怪我強 他敢啊 你也不想要他公公吧 嗯 好啊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二九不勝 你要是敢跟別的女 我現在就把你給淹了 小美女 剛才不錯嘛 走跟大哥喝個酒去 幹什麼啊 喝個酒去 流氓放開我 走開 好啊 哎哎哎哎 你沒事吧 要你管 哎 那我不管 哎 那個人剛才對我耍流氓 現在是被你嚇跑了 跑不前還會再來騷擾我的 算我給你加好了 你不是不讓我管嗎 哎那是氣花 呦這麼交難啊 怎麼能不能聯想西域啊 不能 你怎麼能不能聯想 對了 你來這裡幹嘛 這兒是我新買的房子 你買得到 就算你是風尚集團的董事長 這裡的別墅 可是有價無市 有錢也不一定能買到 還得憑關係 我恰好呢 有那麼一丁斬的關係 而且也確實是有過房資 你該不會是打聽到 我也住在這裡 想離我近一點 給我上去看看 這個人可真奇怪 我從手上給你 行 那我自己上去 你在車裡待著 哎你等等我 那真的 家還真 竟然比我家還大 你真的靠關係買到了嗎 這兒啊 是我剛買的 我也就是來看看 不喜歡的話再換吧 哎 你說說你 既沒發現我有錢有權還沒發現 公司 你又說我 怎麼 誰准你凶我 還不能往上呢 走 我給你回家 這個小子不就是當年 開學第一天被我們揍了一段 後來 日本咱們也揍了一棟的貨嗎 去 想辦法 給我把這小子斬送 錢不是問題 大哥 我們是幫你們 老闆 昨天一里突然下大雨 工地上的新鋅材料 全部被炮壞了 工資損失好幾千萬 怎麼可能呢 防水工程不都做好了嗎 不知道為什麼 會突然發生防雨棚塌塌的意外 我懷疑是人為的 我已經報警了 我知道 你先下去 你先進去 王超 我剛看到主風從辦公樓裏出來 臉黑的跟你鍋似的 這次賠了好幾千萬 肯定很心疼吧 幹他批腦了呀 你是誰幹嘛上火車 還當過一年大學同學呢 忘了啊 我跟你不說 當初開學那天 是王家的二少爺只是我打你 再說 你也打回來了 事情過去這麼多年 你沒有別再來找我了吧 我當然不是為了當年的事來了 那你要幹什麼 我工地上的事是你幹的 弄壞了我的防水雨棚 損失了一千萬 什麼工地 你別能讓你瘦口碰人了 你沒有證據的 24小時監控啊大哥 我聽不懂你在說什麼 你是騙了家小公司發了點 但是你知道我大哥是誰 王家的二大少爺 你都不過他的 你小子知道為什麼王上青 不愛幹的事讓你幹 這些髒事爛生中了 你不要想吵我怕 你要是狗碰人 因為你就是他的一杆槍 出了事 你就是替罪 我大哥不會欺瞞我 你不要在這裡喬包離間 朱先生 根據您提供的線索 我們警方剛剛詢問了王少欣 他說他並不執行 但昨晚工地路邊的監控 也確實拍攝到了 登記在王家產業下的車拍車輛 王少欣的意思是 可能是他同學借走了他家的車 讓我們查一查他的同學張偉 你他媽是不是蠢啊 你去幹那種事情 為什麼開著我送你的車子呢 啊 警察剛剛給我的電話 不是拍到車牌號 你去幹那種事情 為什麼開著我送你的車子 王少 不是你支持我去陷害他的嗎 我讓你去陷害他 私下裡懂嗎 不是讓你幹這麼蠢的事情 你說別隨便 我告訴你 主峰現在已經報警了 你抓緊去跟警察解釋 是你自己偷開我車子去 王少 你們那人最死不知道啊 王少 喂 原來你小子就是張偉啊 事情越來越有意思了啊 是我又怎麼樣 你有證據嗎 就是一個車牌號 我的車是被偷啊 下臉 你這麼聽的事情 是 我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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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我先生感興趣分享位置 讓我們成功抓獲嫌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上次怎么没给我摔飞机 就知道男人的话不可信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哦这不有事给耽误了吗 你要怪就怪那个王绍青 还有那个张伍 没做就是没做 你哪弄出脸 我现在去你直播间给你发个贴贴 不要脸我饿了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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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给他小姐弄吃的去 弄一下下次你还是别做饭 就这一个外卖拍黄瓜 确实必须做饭好吃的 怎么说话呢下次你做 行 啊 你说你吃都吃完了 天都这么黑了你还没 那原来都下雨了你听不见了 这不难管你能不能够出一事 对我名声不好 你还有名声呢 那又是新奇 梦里 不过是你的窗啊 又大 要不要 跟我去卧室坐过呢 不是想要跟你去卧室 按门在里 这小伙子挺明俊的 哎 怎么 就是又开启其他异能了 让我猜在这里 陆小凤李小宝 亦或是蜀流香 苗姐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除了这几只狗喜欢野味 还能有谁 有没有 说个正事 我想要好好保险 你既然都做好决定了 你还问我干什么 还不是苗姐在我心里比较重要吗 哦 有多重要 说来听听 那淼淼在我心里啊 就像 黑影一堵阳光 又像 大海上的灯塔 是独一无二 我可不缺的 也就一般 怎么能一般呢 苗姐可是我心尖尖上的人 好了 我帮你看看 老人 老人要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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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欺负老人啊 哎 小英雄就美 可以 只要你拿出来一千万 这个老女人就是你的 老儿都没整齐 全当不够 咱们都管钱是找死 全都比你 别别打别打 别打 别在我看 大大您没事吧 没事没事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奶奶 医生说您的朋友有点轻微鼓劣 需要静量 但是您放心 我下次再碰到那个口 我再给他 对 给你了解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教什么能力啊 奶奶 我楚风做好事 从来不留性命 好好休息啊 我先出去 老板 这件事情 我觉得可以去争一场 毕竟 谁也不想去做一看人之下 这事我最后安排 到时候 陪着我就好 多谢老板赏事 失诚之后 少不了你 我要尝一下你的 我的 给 考验 为什么你的比我的好喝啊 我的好喝啊 那两杯都是你的你喝 哎 你怎么不尝一下我的 这么嫌弃我啊 那当然不是 能尝一口孙小姐的 简直是我的东西吧 晚了我生气了 把你背我 好我背你 哎呀 接吧你去我家 哎呀下次吧 你别送我 哎呦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吧啊 没事老板我没天使 有些人这是脸皮厚啊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一副穷酸药 哎呀这人穷也就算了 眼睛还行 这做狗啊 就好好比主人摇尾 你到处乱叫我 不碰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 高中那会为了钱 陪吃陪睡 陪吃陪睡怎么 有些人想陪吃陪睡 那不行呢 尤其是 有孙大小姐那样 对 原来是楚风啊 你就不怕梦里知道你是什么狗样 王二少都不怕梦里知道你是什么狗样 我怕什么 啊 我早晚有一天你知道得罪我后不是什么 各位时间差不多了 相信这块地皮的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等下来金牌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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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万 爸爸 今晚收不收到 哈 没有钱就不要来装逼 这是笑死你 老少 不敢跟哪 两千万五千万 一个一 一个一 主风 你倒是跟啊 怎么不跟啊 哈 不就是一块地皮吗 我不要 不要就滚 嗯 老板 这么好的一块地皮 就算是一个亿排的 等建好后 怎么也值三五个亿吧 放心吧 这块肥肉啊 他吃不下去的 为什么呢 这块地我勘察过 很不错啊 这么好的一块地 为什么喝了这么多年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不过想一想 你确实别让人 这不过是他们放出的风声啊 这块地的本质啊 不是你这种 绝对人可以支援的 那 按您的意思是说 有人故意放出消息 让人去竞争 这么肥的一块呢 四代家族时代的朋友 要照顾 他们为什么要放出这样的消息 去惹人非议呢 能不能 ؟ 得亏留了个心眼 从孙梦林那旁敲侧击了一番 才知道 tiomin有问题 不仅不赚钱 说不定还会赔钱 哟 这不是处家的少爷吗 死妈自己不如人求安慰啊 虽然美女的怀抱那么香那么 当然得求她安慰 别得意啊厨房 就算梦里想要跟你在一起 你自己也得好好掂量掂量 你什么身价呀 啊 明白就好 趁早赶紧滚给她说话 这王少爷喜欢的女人 我居然得先替她谈谈 你不怕我妈的 你别这么不要 别死别死 不不你要知道 你呀就是个吃晚饭的 我早晚有一天让梦里知道你什么命 现在知道 我是为什么说这块骨头难看的 明白了吧 啊 嗯 啊 墨丽你在这干嘛 我不能来啊 哦 我楼上两个外卖要不要 走吧上楼 嗯哦 哎呀你怎么来了 拿不拿吧 嗯 怎麼了愁眉徒劣誰欠錢了 目前想要借我和王少卿的家族婚姻 負擔自己的勢力範圍 本顧自己的地位哦 那你怎麼想 我能怎麼想我不想嫁給他 可是你要知道 好門可不是好當的 那就行啊 行什麼行我說了不想嫁給他 你怎麼想的 我才說呀 你只要不嫁給他王少卿誰都行 為什麼那以你的能力能阻止嗎 嗯阻止不了 阻止不了說什麼 嫁給他還不如嫁給你了嗯 你這話說的對呀 合體話 哎 我喜歡你 是是是 特別阻我胃口 你沒有兩件三的哦 哎哎哎哎坐上休息這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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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這王家有沒有什麼新消息啊 沒有 但今日王少卿買的那塊地皮 被王家當家的知道了 愛了一頓揍 弄不好啊 會狗急跳牆 放出消息 就說這王少羽是被人忽悠的 這人是 張偉 不知上次我跟你說的 你考慮的怎麼樣了 哦 再給我點時間吧 行 但別讓我們等太久 好 什麼狗屁龍族成員 誰愛參加誰參加 楚風快起床 老公主餓了 快去給我做飯 哎 快起床啊 哎呀 白不白啊 你來看 有什麼可看呢 又不是沒見 哎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趁我睡覺的時候 不拍我呀 就你 那小雞咋是 我這叫有肥有瘦精幹 就是小雞 這麼臉 你再說一句 小雞咋小雞咋小雞咋 哎 啊 你放開我 這麼厲害 我弱嗎 你快放我起床 我弱不弱 不弱了 去給我做飯吃去了 我手機的感覺 我手機的感覺 先生你怎麼 手機的 手機的 謝謝啊 不麻煩 畢竟我想要的是你 你是離婚人 不錯 知道的程度 那又如何 葬身之地 林苗说过 自己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有一个恋人 找死 别挣扎了 让我帮你摆脱困境吧 来吧 这么好的体魄应该属于我 谁来救救我 救命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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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那 救命他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他 嗯 喂 吃了他 咱們走 早就跟你說過不要單獨行動 我身邊要有個門 我哪知道那是修路 或是剛才有人經過 恐怕我已經交代了 這就算你那麼大 下次你要敬你 好 喲 孫小姐怎麼會來這裡啊 我來不來這 和你有任何關係 是沒有關係 只是好奇 畢竟孫小姐身份這麼高貴 我們也配不上啊 配不配得上 也不是你說 孫小姐怎麼對我這麼大敵意啊 這也和你沒有任何關係 你也不想讓他公公呢 這是怎麼 怕我吃了他啊 你要是真有那個本事 算我輸 你要是真想讓他早日康復 最好啊 以防寸步步離 我先 你給我錢 那敢啊 你也不想讓他公公呢 嗯 好啊 啊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這不然怎麼不想 你要是敢跟別的你 現在就把你給淹了 讓他鬧唄 讓他鬧 這張偉可是王少卿的小弟 他知道王少卿手裡不少不為人 知的事情 你如果是想讓人知道 這王家現在自顧不暇 這王家現在自顧不暇 哪有功夫管他什麼小弟 你是不是對王家做了什麼事 我做什麼呀 別人不知道你不知道 我這幾天生命一直在家就很遠 又不是我幹的 跟我有什麼關係 令多算是推了一顆 這張維可是為王少卿的命中 不爽見不到人 既然兩人以我的角度 那不妨 解決一下 這張維可是為王少卿的命中 這張維可是為王少卿的命中 你怎麼進來 是你告訴王少卿皮的事情 現在王少讓我出這筆劍 明細我一條頭 王少卿真不是人 啊 我說你怎麼競拍到一半不競拍 原來是在這裡等我 什麼 我好過不了 你也休想 我已經說夠了 我跟你小子說最後一遍 我前兩天生病在家休養 全公司都能對我做這些 還有 就你小子那點破事 我不感興趣 別以為我不是 你這麼說 就是想讓王少和我直接伸出嫌隙 你也好做熟悉文實力 楚風 你以前就是一個臭屌司 窮酸學生 一招得勢才負起 王少卿是四大家族中輩裡 有能耐的傑出印象 你是嫉妒他吧 所以才這麼搞 啊 什麼是不是真傻啊 王少卿知道你那麼多 他會不會想幫你 你不要在這裡挑拨力氣 你以為誰都跟你一樣啊 行行行行 對不起要出籠 這小子都黃黃樓梯上來了 我現在就把他弄出去 走 江北 我再跟你小子說最後一遍 跟那些屁聲 不敢進去 走 走 走 你給小人 小人小人 啊 你要不要 嘗嘗 謝謝他 謝謝 這次的事 謝謝 那你打算啊 請到他了 他都聽你的啊 不過這個張偉 怎麼能一口認定 這事就是我幹的 周峰 樹大招風 踩大招賊 你說呢 嗯 他說 你真的不考慮家文組 這個事不是一直在說嗎 這本文件 你仔細看他 你若真想動手 這幾支筆 才能改放得到 呦 這是誰家的小美女啊 自然是你家的小美女啊 那我能不能請小美女喝杯咖啡啊 當然 不可以 咱媽 為什麼不同意啊 因為美女要獨美啊 行 那美女獨美 我就先走了啊 哎 你不能有點耐心啊 這麼說啊 美女是同意了 上車 小孩子吃的了 你在我心裡啊 就是小孩子 那你沒說 好 點過來 你 老跑 雙輩 我要殺了你 王少卿你幹什麼 孟妮 我們兩個才是門當戶隊的一隊啊 你跟著這個廢物能有什麼好結果 所以在一起和你有什麼關係 不知道特別對我幹什麼 我相當肯定 不是你 為著我幹那些噁心人的事 我還沒在村上呢 那我也是個男人呢 呦 王上爲 女傅 你算個什麼東西 你就是農村來的窮小子 竟靠著這些下三爛的什麼靠著女人 嗎 要臉 我這人想爬 來 你你什麼你啊我不喜歡男人 我喜歡孟孟這樣的小姑娘 祖宝 你個賤人 還想看 祖宝 孫孟黎 好啊 咱們走著瞧看誰能走 我一定會讓你自己去 我一定會讓你付出的錢 你幹嘛親我啊 你可愛我才親你的 怎麼 不行啊 不行不能親我 下次再這樣我就生氣了 啊好好好下次不親就是 哎我不是這個意思 孫孟黎 是你自己要進這個圈套的 就別怪被我出逢利用 你放心 我只有你一個女 祝福你 到了 嗯 離路上小心 走了 人嚇人嚇死人了 這小夥子 也不是人家的 这就是傻盖的 但是我也是傻盖子 有很多人是傻盖子 你看他这少的 如果我们是傻盖子 盖子的话 我只是傻盖子 有一个稀释 去年比较火的隐世风暴 哪一哪二都是王家的 但奇怪的是再往深了查 像被阻挡了一样 我查了个这 这王家背后是有高人相助啊 高人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什么事 都说王家是靠股市起家 但是我查过 三十年前的王家穷得叮当响 根本不该有钱来超股 还有真主事 而且啊 王家的家主 每隔一段时间就闭关一次 毕竟闭关时程 完全跟去行情 这个王家 是越来越 你看看这个 这是关于股市发展的文件 太重要了 可以说他完全决定股市的兴衰 也不足为过 你不会想 没错 就是你想的那样 你疯了 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容易吗 你要拿所有的一切跟王家赌 公司怎么办 孙孟黎怎么办 又不是你该考虑他 等于保证 这王少青 定让他们血战血肠 你跟他们到底能有什么深仇大恨 我和这个王少青啊 必须死 好 我帮你 但你记得 你答应过 谢谢 事成之后 我一定答应 气费 没버许 老板 人被救下了 伤得很严重 另外 私家侦探那边 还有别的手 什么手看 王家兩大影帝前兩年開始 而這個女人呢又是張偉的妹妹 只可惜 這女的 同時被兩人掐死在床上 張偉這幾年一直在調查 所以才不提供少青鬼命 我靠這兩人玩的正 那張偉現在人在哪 現在在咱們集團醫院做治療呢 看來傷的不輕 傷的輕了 這不是他王家兒少的 哎 那張偉知道這個事嗎 肯定不知道 不然殺了他的心理 怎麼還可能替他賣命 這件事先跑 這樣 我需要你讓我再去打聽 是 老闆 患者傷很重 肺骨斷了兩根 還有腦震盪 不過你放心 有我在 他不會有事的 在他進入醫院裡一瞬間 他就已經死了 這 好的老闆 就算是不死 也不能以現在這樣兩活著 明白 老闆 老闆 張偉明明沒有死啊 這王師傅休想讓他死 他就是死 老闆 你是想趁其不貴 然後一刀致命 在你的心裡 穩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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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大小姐 楚風 你跟我幾天 有沒有空 那我看什麼事啊 要是孫大小姐請我去約會 我哪有空啊 不是我 是我奶奶 我奶奶七十歲大壽 我想邀請你一起 邀請我呢 怎麼 不可以嗎 不許拒絕 可以 但是 我有一個要求 哎呀你先聽一聽吧小公主 說吧我考慮一下 那天可不可以邀請小公主當我的女伴啊 我 我考慮考慮 行 那我就等著小公主答覆了 王少青 好戲開始了 我 吼 我 我 吼 我 我 吼 我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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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好好 這個錢給你拿著 謝謝魚哥 輕易的 哇小貴 我這少竟然是寵立人可好 魚哥的恩賜 我怎能不要呢 不過 怎麼了寶貝 網上都說你不如王上 我很討厭這樣 你王家的事情過於負擔 我只能告訴你的是 王少卿什麼也不是 王家的背貨 其人 魚哥 對不起 是我多歲了 我竟然有什麼用 本少今晚要好好的懲罰你 魚大 魚大叔 好了 外面離他批記者和本副 仗著要進來 兄弟們可頂不住了 魚大叔 進展一定 幹什麼吃的 這得吃飯吧 服務員 服務員 魚大叔 別管什麼服務員 大家怎麼說 我 8 是我 你 是 是余大少吧 你是谁 您朋友我帮您请了代价 我在这等您半天了 我那朋友叫什么名字 这狗东西防范意识还挺强啊 刚才电梯里我就觉得笑 哎那不就是王绍瑜吗 啊绍瑜绍瑜等我给我先 我跟你收费的价钱马上带我走 哎哎这边这边 王大少还是个明星啊 算是吧 哎呀 您那几个粉丝可真疯狂 就那样 师傅您有碗股票呢 哦您说这个呀 我也是随便玩玩 一个朋友推荐给我了可能赚钱了 我这不到一周时间购了200万 这新提的车 这几只股票 确实挺赚钱的 啊 一共70 王绍您怎么支付啊 给你100 这文件给我可以吗 害几张破纸 您喜欢拿去 以后洗完澡再回来 身上这种略质的香水味 弄我家里几天都散不出去 是 是 当然比不上二帝高大上 大哥明白就好 没有的金刚钻 就别懒得慈情 咱们走着瞧 也不知道大哥哪来的底气 游走在蝴蝶丛中 潇洒浪漫不好 看看咱们谁才能笑到最后 那这么说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就等王家上钩了 我想这王绍瑜很快就会进行投资了 这你怎么知道 你觉得这个王绍瑜 是王家最讨厌谁 哦 你想让王绍青和王绍瑜狗咬狗 欲望相争渔翁得利 没付出哪有回报啊 好预祝楚先生成功 初总 谢谢 敏儿 你来公司九五六年了 是今年第六年 你说 如果有天公司倒闭了 还会不会跟我一起呢 当然 初总 在我最难的时候是你选择了我 我发誓 我这辈子都不会背叛你的 如果未陪 不得好 好了 你先下去吧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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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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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是不是忘记在里面和我什么 什么 哎我当然没忘 还过生日吗 我早就准备好了 那你还记得奶奶喜欢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本事最好的词题 尚好冰刺怎么样 不好 怎么不好 我买了好久啊 东西是好的 拿来的人不好 哎我问你 你干嘛找个红妹子当秘书 你说敏儿啊 我之前救过他的命 他答应为我工作十年作为报答 孟林 我们就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好吧那我信你 可别让我失望 不老信 我奶奶以前是大家闺秀 所以特别喜欢 这是个好习惯 现在喜欢喝茶的苦多 那习惯我可告诉你 机会能不能把握住我就看你自己了 放心 我必须把他奶奶拿捏的死死 你 楚上 你讲的那些事情已经谈妥了 不知道你要注册多少时间 那最少可以注册多少时间 三十一 好 我就按你说的吧 好 就按你说的吧 楚风 这个人靠谱 靠谱 他还救我的命吗 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吧 莫莫 你放心 黄天在上后土为政 我楚风 要是跟黎苗有任何不正当的关系 我当场死 哎别别别 我就是说说 你们男人还不都是内服德行 莫莫 我跟别的男人可不一样 我是莫莫的 就你胡说了 哎呀 这辈子啊 要死呢 也只能死在孙梦黎的手里 知道就好 你要是敢背叛我 就把那个林苗 哎哎 哎默默你放心 我楚风这辈子 我一定不会把你 煮烧猜的没错 王少瑜确实动手 嗯 插入多少 过了一个亿 近赚六个亿 尝到了点甜头 还想干比大的 好 那咱们再帮他一把 你的意思是 王家有意让二少爷 和孙梦怡联姻 你说是王家大少爷 王少瑜知道吗 楚少想通知王少瑜 不用你我动手 有个人比咱俩更合适 你是说 养了他这么久 也该让他活动活动 他妈妈 跟他也要有 我职业 他还要不有 那是老师 他都让他来 那我会 你还要不敢 我还要不敢 你还要不敢 这是我 你还要不敢 這份文件里記錄了你妹妹生前的一切 包括你妹妹下葬的地方 這另一份文件 是楚總為你鋪好的路 成不成可就靠你自己 還有離開這裡 咱們可就是陌生了 你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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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為你報仇賢 喲 這王家二位少爺 也是來參加 宴會的 真是什麼阿貓阿狗都能來參加宴會啊 瞧二少這話說的 您都來了 我能不來嗎 那我能跟您比嗎 您什麼地位 我什麼地位 不過是投個好胎罷了 這一切是您自己得來的嗎 這小兄弟說話直爽 我喜歡 呦 想必這位是王少瑜 王家大少爺 您知道我 王少爺在娛樂圈白手起家 托有一番劍術 那是 總比靠家族的強 在下楚風 幸會 幸會 走吧 我帶你去孫奶奶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 你在等上次送你來的小伙子嗎 奶奶 放心 你父母說的不算 什麼聯姻 我不同意 奶奶 我愛你 你是咱們家唯一的小公主 憑什麼要犧牲自己的幸福呢 奶奶 你要相信孫女的眼光 自然是極好的 還是看看再說吧 孫奶奶 恭喜恭喜 祝您福如東海獸比南山 少爺 是你 先上樓坐會吧 一會就開飯了 好嘞奶奶 孫奶奶 祝您長命百歲 萬壽無疆 奶奶 他就是楚風 是你啊 奶奶 你認識我 去年你在大街上救了一個被一群小混混打劫的老婆 你記得了嗎 哦 是您啊奶奶 那前親手做了一些蛋糕想給孫女送過去 哪知 翻路上碰見了一些小混混被打劫 奶奶 當時但凡是個有血性的年輕人 都會上前幫忙的 沒想到當初隨手救的人竟然是孫孟黎的奶奶 哼 這下更好玩了 大街上那麼多人 沒有一個人願意伸手幫忙 沒懂你啊 小伙子 還好奶奶只是崴了腳 沒有受什麼大聲 要不然那今小混 真是死不足惜 多給你們了呀小伙子 不好 是奶奶 負擔命的還是有好棒 送過貨 晚夜要開始了 新女 這件事你不用管了 交給奶奶來辦吧 謝謝奶奶最愛你了 你去跟小土下去玩吧 謝謝奶奶 謝謝奶奶 莫莉 你怎麼躲到這個地方 再怎麼躲 也躲不掉你 那還不是因為我的鼻子靈啊 承認了吧 你就是一隻小狗 哎呀 不是真不太適應裡面的環境啊 主少啊 好巧啊 王少您不是一直在後面嗎 怎麼現在才來啊 王家大少爺來這裡幹嘛 怎麼不去大堂坐著 王少卿不是也在嗎 孫家大小姐可真是牛逼啊 兩個男生為你親倒 王家大少爺也不差啊 緋文滿天 謝謝誇獎 這樣也好 孫夢妮嫁給楚風這個廢物 總比嫁給王少卿多一個敵人的好 交不成朋友 最起碼先混個眼熟 王大少爺 您難道不想知道您弟弟的事嗎 我是我 他是他 王少一定要粉圍一起談嗎 好 事在下不是 你差代表 進去 我先進去嗎 我先進去了 楚少年紀輕輕 就成為了集團總裁 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王少才是年輕有為啊 不靠家族企業 就我在娛樂圈 混得風生水起啊 哎 黃少 這最近 網上對您的風評 可是一邊倒啊 混這個圈子的 沒有幾個乾淨的 言之有理 王少說的對 您得到楚少的賞識 真是王某的榮幸啊 王少才是一表堂堂 祝您 工作一帆風盛 借楚少吉言 少卿啊 我知道你從少都喜歡嗎 你不過 孩子大了自然有自己的想法 這次你就給奶奶一個面子 這件事情就成為無趣好不好 既然奶奶這次不說了 我們招辦就是 楚風王少語 你不過打落差 只不過你 你不見 等我得到你可我怎麼爭 你 怎麼知道 好久不見 淼淼 這次 帶來的什麼好消息啊 你猜的沒錯 王少卿急了 增加大量融合資金投入股市 還有個好消息 張維取得了王少瑜的信任 好 這魚兒都入網 咱們就快收網了 我很好奇 楚少跟王家 到底有什麼深處打 我當年高考的時候 可是全省第一啊 開學第一天 不小心踩了這王少卿的新鞋 他打了 後來他又利用家族的企業 把我開除了 那確實可惜 我 這才讓我發現了 這錢和權利 多麼 那 你對孫孟黎的感情也是假的 這個就不是你應該知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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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件事情需要告訴你 你什麼事 你應該知道 你對孫孫子 你娘還是對孫孫子 那我身上不是你 一定會想盡辦法把你招進去哎 看來該來的總會來的 先把眼前的事幹好吧 剩下的以後再說 你以為你贏了嗎我上月 別得意 咱們走著瞧 本少都壓你一頭就能壓你一輩子 是嗎 讓老祖重新信你不就可以了嗎 能做到嗎 叫二少爺 讓老祖重新信和股份重不重 讓孫家和王少爺好看 奶奶 您覺得蜀蜂怎麼樣 看上去還冰冰有理的 能力吧也不錯 雖然條件呢比咱家差了點 但差了點好 差了點你能壓他一頭 讓他試試呢都給你了 奶奶 好了奶奶不說了 不過爺爺啊 這女孩子嫁人就像第二次突拍 這女孩子嫁人就像第二次突拍 可馬虎不得呀我知道奶奶 可是我真的好喜歡途風啊 第一次見他的時候 我諷刺他一點都不計較 第二次的時候我被小混混糾纏 是他把我救下來的 那你當時咋不說呢 我這不是怕奶奶擔心嗎 放心 你爸媽那邊他們不敢輕易忘動 謝謝奶奶 好好孩子快休息吧 奶奶也該去睡了 好奶奶晚安 老闆你找我 老闆你找我 把這位公司 先給大家發下去 老闆你出什麼事了嗎 悄悄的吧 嗯 你拿每個人工都發了嗎 你隨便想 好舉辦 王家兩位真是殺紅鹿 你不多查查幕後之人是誰 好賺? 沒他 你這個小美女 你在哪兒 我呀 在公司開會啊 我在你的公司吧臺呢 好 我來了 怎麼呢小美女 四五 我要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好消息你多好 和王家的聯誼要斷了 最近不知道怎麼了 王家的資金短缺的利 是個好消息行 我請你吃火鍋 行 我請你吃火鍋 老闆 那個張偉想見你 讓他等我一會 他說有著急的事 要見你 哎呦 親愛的小美女 能不能去裡面等我一會 好吧 哎風給我坐 最近王家有大人 您要這個事 還是更快的 大人 是 怎麼樣的大人 就說是老一輩子的 手也通聽起 好 我知道 謝謝提醒那您準備好 那個人是誰啊 我一個朋友 一個朋友 那怎麼鬼鬼祟祟的 你誰啊 你才會是誰 王大帥也害死過那麼多人 早就不記得了吧 我們平白無故的 為什麼要針對我平白無故 你還記得廢鐵小區 外的那句話是嗎 也是遭你我唄 你是我 很驚喜啊 我不是存在寧願的 那什麼時候送給我的 他說可以隨隨便玩 我一失手 你不小心他才叫我原諒我 他我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求求你 原諒我好不好 滑雪 你們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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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 你們兩個ren 是 好点吧 一度憔悴了 单上去 有你说话的分吗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今天就让你实战施政 实战施政 手机 没用的 这是借鞋丰厚的 谁也记得人 这才是 你会挠死我 你是谁 会和害我的孙 是谁 我家做了那么多商店害理的事 就连我妹妹都死在炸的手里 我心积乐之道 完全积乐之神 放手 我想捐 你要是 可责 要是 要是 什麼後悔 我這樣子 有什麼可後悔的 真是嘴硬 哎淼淼 你認識我這樣的瘋子 你後悔我 我有什麼好後悔的 我這個人不死不命 沒什麼好後悔 行 沒事 一切從頭再來吧 只可惜 你的麻煩可能要來 光腳都不怕穿鞋的 光腳都不怕穿鞋的 我這樣的人最不怕麻煩 你記得我之前跟你說過 王祖會派人下來 王家的對吧 嗯 王家老祖對吧 你知道 你 這個楚風 是個人慘 確實是個人慘 但若不是諸葛亮和沈萬三的幫忙 只靠他自己 怕是不行 這樣的人慘 必須拉攏進入龍組 否則 風險太大 是先生 請容我多說一句 現在的楚風已經不成什麼氣 為何不直接把他拿下 能和平解決 便不要動手 畢竟 人才短缺 是先生 我明白了 還有一件事需要你去做 先生請坐 王少瑜那個廢物 雖然不成什麼氣候 可王家需要有人坐鎮 既如此 那便把王少瑜的私生子 接回來了 是先生 你 都是奶奶的錯 怪奶奶使人不清 奶奶 我不知道楚風背著我幹了這麼多事情 都怪奶奶 一心想著 用一支恩 連姻的事情 害了你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是愛我還是利用我 你如果喜歡他 奶奶就是綁 都要把他給他送下來 不要 那樣他會更不喜歡我的 那怎麼辦 明天我就去他家 我要問問他到底什麼意思 那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奶奶 那那個小子再把你給氣的 那你一個人行嗎 放心吧 不會做啥事 只有一個男人 孟靜 那個什麼事 讓你吃自己吃 孟靜 你怎样不爱你又怎样 这对你来说重要吗 你爱我我会忘掉过去 陪你东山再起 如果不爱我会给你一笔钱 全当是我这段时间 养了条狗啊 你说我是狗啊 对你就是狗 狗可最喜欢咬人了 但是狗也最忠诚 是狗可最喜欢咬人 我不想带你出去穿的 好 那我回去准备准备 到时候来找你 我时间不多了 有关 你知道 一定要等我 一双 楚风开门 我跟老祖在一起 王家老祖教学王林 真是让翻舍 蒙蔽神回啊 不客气 楚少爷运筹帷幄 倒垮了我王家半壁江山 这一笔账 是不是该算算 要不是王家后备搞我 我怎么可能出此下策啊 這麼說 只怪我後輩舊遊自取啊 有音必有 有必 請 主上 這話應該是我說才對 請老祖 相信楚哨 知曉本尊的來意吧 如果我不答應 會不會殺人滅口 楚哨說笑 大家都是文明人 自然要做文明士 老祖的話我會考慮的 我再請老祖再給我一點時間 還請楚哨 不要讓彭尊失望 你真是大膽 你就不怕老祖直接殺了你嗎 好 你放過賭他在這兒吧 這次是韋小寶的賭性能了吧 怎麼樣 西安很美吧 哎 莫莉想不想在這兒讓個家呀 我想帶大家躺下頂層舉辦婚禮 到時候就放一百隻和平歌好不好 到時候我給你放漫天的和平歌 你一定是這個世界上最漂亮的新娘 主風 我想問你各位 我知道 當年高考啊我是全省比一考大學 入學報道的第一天 我不小心 踩著王少青的鞋 小弟就這麼摁住我的頭 讓我幫他舔心 然後我就想說 這事還鬧到了教務處呢 然後這王家呢就利用俠祖之編 怪不得你這麼恨王 對於孫孟黎大小姐呢 我確實是想利用你們孫家的名字 和本書 就我後來發現 對於孫孟黎大小姐 我是怎麼也想不相信 是不是發現本小姐雖然目中無人 但還是有很多可學事情 啊沒錯 這波 馬上都要學了 哇 願永遠在一起 祝福 對啊 他是誰 汪烈 你就是為了賭他們 他才會想 這是男人之間的事 走 楚風 看來楚風並沒有告訴你這些事情 不過沒關係 今日便是楚风的死期 老东西 是谁的死期可还说不好呢 检测宿主生命之人遇到危险 启动最高级审栄影 你果然是个人才 可惜 今日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你不是很在乎后面那个人吗 我倒要看看究竟多在乎 究竟多在乎 楚方救命 楚方 梦璃 走快去报警 不然我也救不了你走 楚方 走 老东西 现在只剩下你我 凝顽不灵 好心邀请你 竟然不接受 如此便只能毁了你 谁毁了谁 说不准呢 楚方 你真以为离了龙祖的生日 你就能活下去 不要太天真 若你现在投降 便饶你一条小命 饶我一条命 今天 我必须弄死你 去死吧 老东西 你就这点本事啊 楚方 别得意 你以为你能占什么好处 楚风 龙祖的人还会再来的 你要来 我便等着 不过今天 你得先死 楚风 别得意 杀了我 你也活不成 那也得先杀了你再说了 楚风 你等着 咱们下次再见 我一等送你多时了 今天我这条命 杀你了 那你的冲魂 啊走了 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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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烈 啊 啊 我这是在哪儿啊 一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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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